还在那儿 这人怎么还在那儿 也不讲话 真是奇怪啊 师父真的料事如神 他说会和交妖王对峙一天一夜 现在果然如此 他们为什么还不出招 治敌先机要先发治人 敌不动我不动 先发治人 必须有取胜的把握才行 他们两个人 现在谁也没有把握 所以先发治人并不管用 谁先动 一定会先露出破绽 你们不打啊 我来打 啊 啊 啊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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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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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这是什么拳 太极 太极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门功夫 当然没听过 我创没多久而已吗 还创了不久 一门功夫多则十年八载 短则三年 才会有所成就 你才创意不久 不可能的 这些就是太极拳的好处了 一学就会 我这群徒弟个个都会 要不要看一下 武当弟子 是 师父 抓两招太极拳 让逍遥前辈指教一下 是 小朋友们 想不想学 动作简单 成身健体 一学就会 一起练好不好 好 都在耳学 一学 第一学 会 知道 有 有 事 希望 安 我就是被这种拳打败的吗 你想不想学 想学我可以教你 不可能的 不可能 连一个小孩子 都能学的拳 竟能打败我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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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的 连小人都能打败我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不可能 那师父他在干什么 他受刺激过度了 为什么 他不相信自己会被这种大只若鱼 大巧若拙的拳法所击败 再加上 武林中人 向来只会把上乘的武功当成秘密 只传给自己的入室弟子 他万万没有想到 君宝居然大方的把太极拳传给所有的人 那代表以后 所有的人都可以打败他了 你想想看 逍遥王不可一世 怎么受得了这种打击呢 他钻牛角尖罢了 太极拳一学难经 怎么可能人人都赢他呢 他要是想得通 他就不叫逍遥王了 那倒是 我打架打得太久 我老婆要杀人了 我回家了 如果这个不怕老婆呢 他就不叫一天行了 比你们有老婆好 各位 先走了 后会有期 告辞 后会有期 逍遥王被张军宝 以太极拳打败以后 不堪落败刺激 竟变成疯子 从此在江湖上销声匿迹 最后一次被人发现 是在黄山的小路上 据说是要找寻武学秘籍 还是这样跟着